好,那看一下啊,那么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首页啊 首页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呢,其实呢 就是从数据库里面呢,查内容 查出来之后呢,在页面上去做一个显示啊 这部分的话,主要是看你 之前这个查询啊,函数的一个使用啊 就是在这里面进行一个查询 那么其实呢,这里面啊,前三个啊 这个东西,查询商品种类的信息 查询轮波商品的信息 还有呢,促销活动的这个信息啊 他们都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关键点在哪呢 就是用到获取首页分类商品展示信息的时候 如果呢,你直接把这个表里面所有数据都拿过来 然后呢,传过去的话 那你会发现呢,在你这个便利去做显示的时候 那么你就非常的不方便啊 因为呢,你不能区分这个种类啊 区分这个种类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方式啊 就是我可以呢,去便利的获取每一个种类的对象 然后去我的首页分类商品表里面呢 去查询出这个种类的商品 它在首页展示对应的这个图片的商品的信息 还有这个文字商品的信息 当我把这两部分都拿到之后 那么为了我在首页进行便利的时候 那么能够直接的去点出来这个东西 我们需要呢,给每一个种类呢 给它动态的增加一个属性啊 Image Binance呢 就保存这个种类 它在首页对应的这个图片商品的信息 那么这个再增加一个属性呢 叫做Title Binance 保存的是这个种类 在首页展示的这个文字的一个商品的信息 好,把这些都拿完之后对吧 便利完之后 那么统一你里面的每一个type啊 都有这两个属性 我在传这个模板变量的时候呢 我只需要把这个types呢 给它传过去 传过去之后呢 那么在首页上面 我们要做显示的时候 那么我需要做的呢 就是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比如说这里面是这个种类的信息 我便利 对吧 做一个展示 然后呢 这里面是轮波商品便利呢 做一个展示 然后再往下促销活动 也是呢 便利做一个展示 然后到了下面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面 要展示这个首页的分类商品的信息 注意啊 在这里面 我们要展示首页分类商品信息 我在外层呢 我还是便利的type 然后这里面呢 显示个种类的名称 还有种类的一个图片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我需要去显示 这个种类的 在首页展示的这个文字 商品的信息 那么刚好 我们在views里面 给这个type呢 动态增加了一个属性 叫做title balance 你只需要便利这个title balance 你就拿出来的这个信息 对吧 每一个bandon对象呢 都有一个跟它关联的商品 叫做sq 你直接点它的name呢 那么这个商品的名字呢 就会展示在这个地方 好 同样的道理 下面呢 我要展示这个种类的文字 图片商品的信息啊 那么这个呢 也是type呢 动态的有一个属性 叫做image balance 我只需要便利这个image balance 拿出每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里面 跟它关联的这个商品呢 就是bandon.sq 它的商品的名字 我就点name 图片呢 就点image.ul 然后价格呢 就是点price啊 这样的话 你最后呢 你再去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一回这 你就会发现 这些信息呢 它都能够显示出来啊 对应的显示出来 OK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这几个种类 它对应的这个商品的信息 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展示啊 一个展示 OK